这里是带你重温经典的熊猫电台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1987年的华语金曲《大约在冬季》 1986年 齐晴26岁 他早已凭借一首《狼》名声大噪 那个年代 歌手唱而幽则演 于是齐晴有了第一部电影《芳草碧连天》 当时齐晴在钟楚红和张曼玉等女星中挑选女主角 最终选择了王祖贤 在《芳草碧连天》中 男女主角彼此相爱最终还是错过 或许冥冥中也预示了 齐晴和王祖贤感情之路并不平坦 电影杀心后不久 王祖贤便回到香港拍戏 经常聚少离多 饱受相似之苦 1987年的一天 齐晴看着身旁小气的王祖贤 眼前浮现着每一次分别 惆怅与甜蜜交织 灵感喷勃而出 不到15分钟 就创作出了这首《大乐在冬季》 离仇和不舍 随着轻游的旋律威威道来 也戳中了很多人的泪点 你问我何时鬼谷里 我也轻声地问自己 不是在此时 不知在何时 我想大乐会是在冬季 不是在此时 不知在何时 我想大乐会是在冬季 世人偏爱其情的《大乐在冬季》 而我独爱张国荣的《别话》 张国荣的歌举重若轻 呢喃轻唱 没有过多技巧 却能打动人心 让人一游未尽 难以割舍 感激起身边失去你 但我超值在怀面 找找你回头啊再见 自会尊重不别化险 躺上顺日后 始终会回眠 赠我冲心祝福跟怀念 总上顺日后 始终会回眠 赠你冲心祝福跟怀念 而另一粤语版 则由关正杰翻唱 大约别离时 不久后 关正杰一兴阑珊 退出歌坛 他退得彻底 再没有回来过 就连多年后 香港电台想颁发 最高荣誉奖 金针奖给他 他一句 不想因为领奖而减肥 就回绝了 投望向你 但见身落卡以外 街灯已接大 风吹破梦幻 醉恨七刻钟不停转 一风已接慢 一风已接慢 踏破创伤一生中平淡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我的主页有更多好歌推荐 别忘了去看看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